现在的拳击事业是在不断的发展的,这是我们都需要承认的,现在就是中国的电视节目中也出现了很多关于拳击比赛的节目。 可能就是因为现在的拳击活动都受到了人们的关注,并且还十分受欢迎,因此诞生了很多的拳击选手,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,但是在众多的拳击选手中,能够被人们记住就十分的不容易了,因此只要能够把握住上场的机会就可以了,并且还需要表现十分的出色,才能够名利双手。 但是在众多的拳击手中,我们还是记住了很多的优秀的拳击手,真的就是因为太过于优秀了,让我们不得不记住他们的名字,就是泰森和梅威瑟,泰森是创造了泰森的时代,所以在之后的拳击生涯中,能够超过泰森的拳击手少之又少,但是梅威瑟出现了,完全可以被称为泰斗级别的人物。 最重要的是,他的成绩并不超近,毕竟是能够和泰森同框出现的人物,在他的职业生涯中,保持着50战全胜的记录。 就这个成绩也是很多人都无法达到的高度,并且最重要的是还拿拳王金腰带还拿到手软。 我们都知道这个金腰带对于拳击手的依依何在,所以说梅威瑟在一定程度上,还是十分牛逼的存在。 对于梅威瑟的感情生活,我们也是十分关注的,毕竟大家都十分的八卦,特别是如此,优秀的人之后的女人更是引起人们的好奇。 据说梅威瑟有纪任女友,每一位女友都是绝美的家人,毕竟梅威瑟的名气和收入都摆在那里,很多女孩子都会心动,所以梅威瑟的女友也是条件极佳的存在。 不然都配不上梅威瑟,当然梅威瑟拥有那么多的财富,对于自己的女友也是十分的大方。 之前交往过的女友,都是跑车手势随便送,而且最重要的是对于自己的模特女友,都是自己出资将其捧红。 不过即使是这样,她们也没有在一起,可能还是有某方面不合适的原因吧。 但是近期的梅威瑟的身边又出现了性面孔,只有22岁,美女颜值爆表。 当然身材也是极佳,身材好到能和巧戴山家族的女性相比,所以外表条件简直极好。 而且很多人看到梅威瑟新女友的照片都表示十分羡慕梅威瑟,完全完胜上一个女友。